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三支电动螺丝起子 三支不同等级的 不同扭力的 来看一下它锁螺丝的表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经常在购买电动螺丝起子的时候 看的都只是书面上面的数据 那我们今天就特别挑了几支不同等级 不同扭力的螺丝起子 然后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不同扭力在锁螺丝上面的表现 大概是什么样子 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在购买的时候也能做个参考 这边今天挑选了三支电动的螺丝起子 这一支是一支3.6伏的电动螺丝起子 好像小米也有出一支 它的扭力是有两档可以做调整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0.6牛顿 大概是1牛顿 这一支是德韦的DCF680 它的最大扭力是4.5牛顿 然后它这边也是可以做扭力调节的 可以有15档的扭力调节 这一支呢我以前有开箱过 它是里面有一个陀螺仪 它是靠体感来控制这个 正转跟逆转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由于我没有12伏的机器 所以我就选了这台18伏的 这是Makita的DHP483 这一支呢有些人说它是12伏的身体 但是是用的是18伏的电池 也就是18伏里面 那一系列最低阶的机种 它的扭力最高是标示40牛顿 它的扭力呢也是可以做调节的 上面是有20档可以做选择 我们每一支螺丝其实呢等一下都会 各锁两根螺丝 一根呢会使用它的 最低扭力 一根呢会使用它的最高扭力 就是在锁螺丝的模式下面 可以调节的状况下 第一档跟最高档 然后给各位看一下不同等级的机器 在不同的扭力设定下 锁螺丝的表现 然后我们最后会再做一个快速的总结 我们今天使用的是这种木螺丝 长度大约是38mm 然后我们锁的是这个柳安角木 然后我们锁深的这一边 我们先使用3.6伏的这一支 扭力设定在D档 大约是0.6牛顿 现在高档大概1牛顿 现在换到DCF680 扭力设定在最低档1的地方 现在调到最高档15 DHP483 用锁螺丝模式 现在扭力调到最低1的地方 然后再来把扭力调到最大20的地方 我们最后很快的做一下总结 前面这两支呢 就是3.6伏的 0.6牛顿跟1牛顿 我大概都只能锁进木头 一小部分而已 它在高扭力的话呢 就比这个锁进去的还要多一些 在低扭力的部分呢 跟这个第一支的0.6牛顿 1牛顿差不多 那我们再来看最后这两支 这是18伏的机器 它最小的扭力呢 感觉上跟这个3.6伏的1牛顿差不多 然后这个最大扭力的话呢 它可以把整支螺丝都锁进这个 柳安角木 所以你如果要做木头的工作的话 像要做这种石木工作的话 你要锁螺丝的话可能都需要用到这种 像18伏的 像这种7.2伏的 或3.6伏的 这基本上 没有办法在这个 石木的这种木材上面锁螺丝 如果是一般像我们在IKEA买的那种甘蔗板 或者是木屑屑那种板子的话 或许前面这种机器可能会有办法 但是石木的话 让我们看得出来3.6伏跟7.2伏基本上 都没办法把整根螺丝给锁进去 像这种3.6伏或7.2伏的机器呢 比较适合拿在 家用电器啊或是一些电子零件上面或者是 塑胶原件上面 比较小的扭力设定呢可以防止你 螺丝把这个塑胶的部分给锁坏掉 所以各位在选购这个螺丝起子的话呢 如果你是要用在电器或者电子 或者塑胶上面 就会建议选择右边的这种 需要较大扭力的呢还是需要上到12伏或18伏的机器 像这个18伏的机器它在最小的扭力的状况下 它还是有一定的力道 所以如果使用18伏的机器在塑胶上面的话 还是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今天简单的分享我们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 记得帮我按个赞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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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